饭店里烧酱鸭都要开油锅的 大型的油锅 今天我教你们吃嘉宁版的烧酱鸭 刚而我各位 是光明城最门午餐所热的两四五 故意光明城吧的特兰 马上的酱饵也不能带行 今早就请光明城的两四五 过来的热烤煮 这一般是外面的小麻鸭 家里一烧酱鸭最好吃 看这个热汁 炒鸭肥麻鸭容易烧 它一个小锅子里能烧 热汁可能比炒鸭香一点烧出来 阿鸭炒时 撕滚了一样放阿鸭 但是在烧滚了 那阿鸭捞起用老司葱 老司能够让阿鸭更加紧张 那个老油把葱茄 姜皮包括香叶 也都比较香味的 香料不用太多 夹着青色烧滚 烧滚了一样再放阿鸭 至于各种各样也不能掉了 水烧开了 再放鸭只要烧十分钟以后 才能投料 你先投料了 这个鸭子不容易上色 所以要十分钟以后 最好把老车 至少要一种烧滚不油的样子 再加一种烧滚 要煮车光明成的米达 当然一定要熟的吧 小火门四十分钟 最后烧烧开肚子 要烧烧那样子 冷了阿鸭狗的 这样子再烧得成烧烧酱酱 苦了阿鸭狗的 老人会这样啊 记得第一次收到 每天一分钟 可以明日生就家让车 而又更加多了 明日你车 仅仅其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